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人资讯网纽约焦点 今天是美国时间2019年11月21号 本期纽约焦点将为大家带来 90后华女失踪 曾在法拉盛做会计 斧头批死娇妻 67岁老爷爷养老院被捕 石坦顿道货车打滑闯入民宅 所幸无人伤亡 150只猫囤积家中 美国夫妇被控虐待动物罪 四条热点新闻 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并点击下方小铃铛 及时关注频道更新 关注洛杉矶华人资讯网首页的今日话题 获得最新最全的焦点新闻 10月8号 华女孟奇在密苏里州失踪 牵动着千千万万海外华人的心 后来警方通过电子设备发现其孩子身上有明显受虐痕迹 有重大嫌疑的丈夫目前已被逮捕 但孟奇仍下落不明 随着警方的权力调查 相信不久后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又被爆纽约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已失踪数日 目前仍下落不明 随着更多细节被曝光 希望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 找到这名失踪女孩 失踪女留学生姓名为荣娜 出生日期是1990年12月29号 身高1米68 体重67公斤 中国公民未婚 2015年5月 荣娜来到美国亚特兰大 做家庭教师 2016年1月 荣娜就读于亚特兰大 2018年12月 荣娜毕业 2019年2月 荣娜在洛杉矶工作了4个月 随后她去了纽约唐人街一家华人公司 做会计工作 但是这家公司总是叫她出差 有时凌晨4点半还在工作 荣娜的母亲和她经常通过微信联系 基本上三四天就简单的聊几句 一般就是让女儿早点休息 2019年10月14号 15号 16号 荣娜都在芝加哥 2019年10月27号 荣娜的母亲发图片给荣娜 荣娜回了信息 2019年11月5号 荣娜的母亲再次发了一条祝福的信息 荣娜从此再也没有回复 朋友致电至今无人接听 据悉 荣娜的父母联系加州亲戚报警 但是警方表示会将此案交给纽约警方 但由于对荣娜的住址和公司名一无所知 案件无法进行 据悉 纽约皇后曲法拉盛43-12 是荣娜最后一次可能居住的地址 而荣娜的父母也向国内警方报警 希望通过网络警察查询到女儿最后与身边人联系的时间 但由于此案需要上报 至今还无任何回应 如果你了解荣娜在纽约工作所在的公司情况 请把公司名和公司联系方式告知其家属或联系人 如果你和荣娜是同学或朋友 请尽快联系其家属和联系人 以确定最后一次有人看到它的时间和地点 美东当地时间11月20号 据ABC新闻报道 今日早些时候 史坦顿岛一辆货车失控 撞进了一户人家 事件发生在上午7点左右 地点在史坦顿岛大基尔斯区 希尔克雷斯特街 据现场的消防员表示 这辆卡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偏离道路 在车道上打滑翻车 然后撞进了路边的一处民宅 他们正在全力将货车司机从失事车辆上救出 火速送往医院治疗 纽约消防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我们有一辆货车翻了 撞进了一处私人住宅 我们怀疑这是一起医疗事故 司机的身体情况使他撞进了一所房子 他正在当地医院接受评估 房子里的人都在 但是没事 这所房子似乎遭受了轻微的结构损伤 来自建筑部门的检查人员 发现砖石和结构木框架受损 但最终这所房子结构完好 没有倒塌的危险 这间民宅的主人表示 调查结果完全不可思议 由于房子前面的损坏 影响到房子一楼的前院和一间卧室 已发出了部分腾空令 物语鼠亦以命令业主 妥善封存楼宇受损部分 美国执法人员最近从养老院内逮捕了一位67岁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可能你会觉得执法人冷血无情 但事实上却是 他用一把斧头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当警方到达现场时 斧头还嵌在头颅上 三岁的女儿就在旁边 美东当地时间11月19号 据《每日邮报》报道 美国警方在亚利桑那州一家养老院内 逮捕了现龄67岁的詹姆斯·克劳塞内克 他被控在37年前杀害了自己29岁的妻子 据悉 案件发生在1982年2月19号 警方在纽约州罗车斯特近郊的布莱顿镇 一间民宅内发现一具尸体 29岁的凯瑟琳横尸在卧室的床上 她的额头上深深地插着一把斧头 武器上的指纹已经被擦干净 卧室的窗户也被从外面打破 而三岁的女儿就在尸体旁边 这个案件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但FBI的工作组在2016年开始重新着手调查 并进行了新的法医测试 警方已经把矛头指向了凯瑟琳的丈夫詹姆斯先生 因为DNA测试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 在凯瑟琳被谋杀的时候 家里还有其他人 时隔多年 詹姆斯如今已经高龄67岁 退休后住在亚利桑那州一间养老院内 未料布莱顿警方11月8号 于FBI的纽约州门罗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突然将詹姆斯带回调查 同时指控他涉及二级谋杀罪 凯瑟琳的妹妹安特内施洛瑟说 他一直怀疑他的姐夫 因为这起令人发指的杀戮负责 希望经过近40年的等待 他最终能被生之以法 安内特认为 作为杀人动机 詹姆斯的学历是关键之处 他表示自己的姐姐发现姐夫 在获得博士学位的问题上 欺骗了自己的雇主和她的时候很崩溃 因为姐夫从来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 然而 詹姆斯否认谋杀 他的律师表示 他毫无疑问 他的当事人会被证明是无辜的 但布莱顿市警察局长大卫表示 在这所房子里发现的DNA证据中 从了詹姆斯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人的DNA证据 并且 更可疑的一点是 詹姆斯当年受访时声称 当天自己出门上班时 妻子尚未遇害 下午5点下班后返家 刚进门就发现遗体 他立刻跑到邻居家报警 但根据验尸报告 凯瑟琳的死亡时间 为当天上午6点30分 明显与詹姆斯说明的时间点 有所出入 调查人员无法确定 凯瑟琳是在早上6点半之后 也就是詹姆斯所说的 他去上班的时候 还是之前被杀的 这是针对他的指控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詹姆斯在交纳了 10万美元保时金后被释放 并被迫交上了自己的护照 对他的审判将于明年6月开始 据悉 詹姆斯退休前为企业主管 曾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的 两家大型企业工作 退休后搬到亚利桑那州居住 凯瑟琳去世后 还结了三次婚 美国巴尔迪摩一对夫妻被捕 并面临数十项虐待动物的指控 因为在警方突袭 设在他们自己家中的 一个无证动物救援中心后 发现了74只死猫 和将近150只活猫 生活在极其恶劣 恶臭弥漫的环境中 11月4号 53岁的加里奥特 考克斯和51岁的帕梅拉 阿林顿 被控63项严重虐待动物 虐待动物和不提供食物 水和照顾的罪名 自9月以来 巴尔迪摩县动物服务中心 收到马里兰动物保护协会的 许多投诉 包括这对夫妇 幼补 阉割疫苗接种 和释放等一系列行为 动物服务中心就开始调查 这对夫妻在自己家经营的 这个被称为 Bird River猫咪殖民地的业务 两周后 调查人员突袭了这对夫妇 位于鸟道路10322号的家 总共发现了221只动物 其中74只死亡 147只存活 这些动物都被关在 极其肮脏的环境中 据警方报告显示 阿林顿会定基带猫 到马里兰州 动物保护协会进行检查 并由兽医诊断 这些兽医后来向BCAS 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在他们的信中 兽医描述各种猫 都带有那种生活在 可怕的环境中的 难闻恶臭的气味 并补充道 阿林顿有时自己也 闻到了这种气味 据CBS报道 这些兽医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还曾带到 庇护所几只身体状况 非常糟糕的小猫 并拒绝了我们的服务 和我们提出的 让这些生病的小猫 进入我们庇护所的建议 他表示可以更好地照顾小猫 与此同时 BCAS还收到了 居住在阿林顿 和考克斯附近的 居民的相关报告 他们说 从他们的房间里 散发出恶臭 可以从街上都闻得到 居民对他 把多少猫和其他动物 藏在自己的家里 表示担忧 认为这个问题 可能是潜在的囤积情况 在最初的投诉之后 警方展开了一项调查 9月24号 警方前往这对夫妇的家庭救助中心 检查了这处房产 警察报告称 警官们在阿林顿的欢迎下 通过他们自己家车库旁的 一扇侧门进入了家中 在那里 他们立即闻到 极高浓度的猫尿和氨水的气味 动物服务官 弗朗茨科夫斯基的报告中写道 我的眼睛和鼻子 立刻开始感到燃烧了起来 并且眼泪和鼻涕一起流出来 我在车库中 就已经感觉难以讲话了 弗朗茨科夫斯基指出 车库只有一个 装着类似空气净化装置的 很小的通风口 车库的地板上 似乎排列着狗箱 猫笼 陷阱和转移笼子 每个里面至少装有五只猫 工作人员表示 笼子里的卫生条件非常差 盘子里的粪便 一些猫的碗里一点水也没有 或者有些笼子里根本就没有碗 其中一只猫 还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 得了白血病 但是并没有把这只小猫 和其他猫隔离开来 警方报告称 虽然Bird River猫咪殖民地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但是考克斯和阿林顿 都没有申请巴尔迪摩县的 持有设施许可证 把如此大数量的猫存在家里 持有设施许可证是必要的 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 动物服务人员于10月9号 带着搜查令 前往这对夫妇 位于鸟道的寓所 并执行搜查及扣押令 警官们描述说 当他们到达时 看到了大量的垃圾和废物 但是他们在车库里 发现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当他们经过被叠了 两层高的笼子的时候 里面的猫扭打着 争先恐后的爬上笼壁 警官们说 这说明他们正在遭受饥饿和折磨 最终他们在各种小笼子里 总共发现了76只活着的猫 其中大约有一半患有某种疾病 包括结膜炎 感染 白血病 溃疡和上呼吸道感染等 他们对车库的搜查 还发现了15只死猫 其中一些被储存在 白色泡沫塑料盒子里 这些盒子被放在 关着活猫的笼子里 巴尔迪摩县警方 女发言人詹尼弗皮奇说 当调查人员在车库 执行搜查令的时候 他们开始看到 房子窗户里的猫 每次他们抬头看时 都会看到一只不同的猫 他们做了更多的调查 来获得 以拿到整个房子的搜查令 几天后 10月17号 警方获得了搜查 该房产的第二张搜查令后 再次对整个房子 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在这个房子中 待了几个小时后 警官们发现了 惊人的74只活猫 59只死猫 还有一只火鸟 和两只火狗 被关在主卧室的笼子里 在厨房的冰箱里 也发现了三只死猫 绝大多数其他死去的猫 都被发现 放在一个棚子里 存放在冷藏箱中 里面有一股臭味 而且到处都是苍蝇 蚊虫和区 官员们说 房子的内部 覆盖着动物粪便和尿液 厨房部分 几乎是最糟糕的 到处是垃圾 动物粪便和四处奔跑的夜猫 水槽里放着成堆的脏盘子 墙上截着大片的蜘蛛网 在警方的报告中 很多地方 调查人员和其他现场的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感到非常恶心 几乎不能讲话 因为整个房子都散发着恶臭 警方注意到被发现的那只鸟 被关在一个干净的笼子里 笼子底部放着干燥的纸 里面有食物和水 警方报告说 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它表明动物的主人 考克斯和阿林顿 有能力和知识 考克斯和阿林顿上周一 被短暂监禁 考克斯周二被释放 周四 阿林顿在两人分别交纳 5万美元保时金后获释 一位邻居说 考克斯只是想帮助猫 它非常喜欢动物 它花了所有的时间 金钱和资源 来照顾它们 并为它们寻找新家 周一 巴尔迪摩县警察中校 肖恩文森表示 两人正计划向警方提起诉讼 试图让一些活着的动物返回 文森说 如果允许更多的动物 回到它们的身边 我们可能会再次陷入这样的境地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那里 去营救更多的动物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纽约焦点的全部内容 纽约焦点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